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 今天来制作一款小米蛋糕 纯小米制作一点面粉都不放 不需要烤箱是一款蒸的蛋糕 蒸出来特别清香喧软 比烤的蛋糕一点都不差 制作也简单保证一看就会 接下来咱话不多说就赶快分享给大家 小米用的是黄小米 这种小米很清香 一般都是用来煮粥 补气血养胃的 小米用量是160克 但需要磨成小米粉 一般农贸市场都可以加工 或者家里有研磨机的可以自己处理 视频里就不展示磨粉了 接下来就和做蛋糕一样了 取来两个稍微大一点的碗 接着取来五个中等大小的鸡蛋 每个大约60克左右 首先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放蛋清的碗要干净无水 分离的时候也不要混入蛋黄 分离好之后蛋黄中加入80克的牛奶 再加入一点点油20克左右 家里普通炒菜的油就行 方便熟了蛋糕脱模不粘模具 接着就先把材料搅拌均匀 最后把材料过筛进去 翻拌均匀 这份材料就准备好了 小米粉的用量是160克 接下来打发蛋白 和做普通蛋糕一样 蛋白中先加入80克的白砂糖 再加入一小勺约1克的塔塔粉 几滴白醋或几滴柠檬汁也能代替 然后打蛋器先开低速防止材料飞溅 然后开高速持续打发 白糖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减少一点 根据经验这款蛋糕可以用代糖 但是蒸出来效果会差一点 所以想做无糖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蛋白打发到中性发泡 材料表面有明显纹路 打蛋头上挂有这种弯钩状就打发好了 接下来取少许蛋白和第一份材料混合 混合的时候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混合 速度稍微快一点 混合好之后全部倒入到蛋白当中 还是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混合均匀 最后把混合好的材料倒入模具 模具是6寸圆形加高的 倒入材料之后包上一层锡箔纸 然后在桌子上轻振两下排除多余气体 蒸起来很简单 需要提前把水烧开 热水起锅直接来蒸 用时50分钟左右用中小火来蒸 蒸好之后焖几分钟就好了 这款小米蛋糕真的非常好 松软清香非常好吃 制作简单还不需要烤箱 趁热撕掉锡箔纸放凉之后来脱模 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 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 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 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也祝大家生活愉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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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